张师父的儿子 张小刚 他是连喊带叫跑出了房 张师父抄起了擀面杖 抓住小刚 照着屁股就要凉 不听在背后有人说了话 不要打 随声音出现一位姑娘 这姑娘二十四五岁 大爽英姿高身量 身穿绿色军大衣 左衣领下配胸刚 上写着工人民兵四个字 黑威武雄壮满面春光 朝气蓬勃斗志郎 这正是工人民兵小队长 共产党员名叫铁玉香 她是个炼钢厂的炸钢工 文化大革命中杀出来的女闯将 受阶级委托进驻街道干革命 为管理城市改造社会出力了 她用无产阶级感情关怀教育青少年 组织学习开展活动千辛万苦日夜忙 今天她带着任务来到了这个用 正好碰上张师傅打小张 张师傅 教育孩子可不能打呀 这样做是给坏人帮了忙 铁队长啊 这孩子不打不行了 清老师说好几天她没上课堂 昨天小组学习她不去 我急了给了她两巴掌 结果她一宿没招家 还撒谎说是夜里上茅房了 嗨 小刚同学没撒谎 夜里在茅房我碰上了 嘿 这个人有气无力打了话 铁队长一看 是后院住的退职教师刘万芳 铁队长 小刚同学可不错 这孩子聪明能战有理想 将来准能成栋梁 哦 刘教师 看来你对小刚同学很了解呀 太了解了 我们是多年的老街坊了 一边说着 把小刚紧紧搂在怀 你看看这小脸哭得够多脏 走快到我家洗洗去 说着话他就要对付张小刚 铁队长马上意识到 这是一场争夺的 小刚 你等会儿再走先别忙 干嘛 我问你 你是学生为什么不上学呢 反正上学也没用 将来不是上山就下乡 铁队长一听 这不像孩子说的话 这正是敌人的恨心肠 铁队长 小刚 这话你是听谁讲的 刘万芳急忙搭了枪 这孩子思想成问题呀 可真得好好教育帮你帮了 铁队长 您就把他教我吧 这教育工作我是老内行了 刘教师 你在青少年身上下的功夫不小了 铁队长 这培养接班人是大家都要出力量吗 说着话 他使劲拽着孩子又要走 可哪知道 就听见刷拉一声响 从小刚身上掉下了一本书 刘万芳当时很紧张 他推开小刚忙从地上捡起来 你看看 你看看 怎么把课本弄成了这个样 走 我给你把书皮快包上 等一等 铁队长在一旁察言观色看得清 这书里一定有名堂 刘教师 你拿的书不像是课本吧 这教育工作你可是老内行了 没错 铁队长是课本那还有问题 老张快点拿我去 说着话 他使劲一塞给老张了 当师傅一看 上印着乙文两个字 铁队长 这跟课本是一样的 老张师傅 您翻开里边看一看 这个课本可能不寻常 张师傅急忙打开仔细看 没想到 这课本果然是伪装的 里边是手抄的黑小说 书名叫插队与理想 他把内容大致看了看 当时怒火满胸膛 铁队长 看了这书要众懂我 孩子会一步一步陷进资产阶级的烂泥堂 您说的对 上山下乡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返修防修做贡献 敌人却大作黑文章 有的青少年看了这书已经犯了罪 很明显 教唆犯在背后活动很掺广 刘万芳一听心说可不好 这个铁浴香目光敏锐 蛇似利剑真难堂 我得快让小刚离开这 万一问出了破绽就遭殃了 想到这 他冲着小刚实眼色 用手偷偷指了一下啃面杖 张小刚被他提醒扎腿往外跑 刘万芳是假惺惺的追到了大门上 小刚 小刚 这孩子真是叫人气得放 铁队长 以后有事多联系 我就住后院嘎来西房山底下 最背音那间小耳房 要住这地方 刘万芳是点头哈腰的回了家 张师傅急得两眼眸火光 他一跺脚当当扔掉了赶面杖 脸含着热泪叫玉香 铁队长 我这棍棒教育试错了 对孩子简单粗暴不应当 只看到小刚变坏心里急 却忘了阶级斗争这个刚 铁队长 你狠狠批评我吧 我是给坏人帮了忙 老张师傅 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根本 党的基本路线可不能忘 刘万芳这个人很殷勤 解放初他当过教会中学的训与党 对社会主义心怀刻骨恨 反动思想不断发酵在膨胀 两年前他反对上山下乡 受了琵琶 据了解 黑书的作者可能就是刘万芳 为这事党支部决定 今天给小刚办一个学习班 请明夜参加去一趟 那好啊 铁队长 你先回去做准备 我马上想尽办法找回张小刚 不用找 小刚就在民兵对部里 铁队长 对部里哪会有小刚啊 老张师傅 我来之前已经做了安排 让一个同志在胡同口里 赢着张小刚呢 张师傅一听太高兴 从心眼里头佩服铁浴江 说话间 二人来到了民兵队部外 一推门 呼 就觉着一股春风暖洋洋 在那队部里 老师同学都在场 还有街道主任王大娘 同小兵校外理论学习组 正围着小刚唱谈收获和感想 铁队长马上主持开了会 同志们 我们要打好这场争夺战 就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来武装 资产阶级 由于失败而凶猛几十倍 绝不甘心他的灭亡 说着话 抓起那本黑小说 大家看 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问题出在孩子身上 责任在我们身上 根子却在敌人身上 他们用蜜糖果皮霜耍着花呀 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放黑枪 我们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不能让青少年受骗上当 培养革命事业 接班人 这是阶级的委托 党的希望啊 要挽救孩子 深挖吊缩饭 狠狠打击幕后的恶柴兰 紧接着王大娘 代表织部讲了话 张师傅痛输了血泪加实一桩桩 铁队长更感到革命责任千斤重 他满怀深情双手拉回了张小刚 小刚啊 敌人用软刀子在你身上下了毒手 妄想切断仙辈传给你的革命接力棒 你是工人阶级的后代 这沉痛教训可不能忘啊 张小刚深深受教育 悔恨交加泪汪汪 铁阿姨 我明白了 刘万芳是个恶柴郎 我要努力学习攀东子 彻底揭发刘万芳 对呀 刘万芳可万也没想到 铁队长下这么大力量帮助张小刚 他以为小刚早就跑勇了 到夜里不敢回家 定来找我刘万芳 果然没出他所料 天刚黑 就听见有人在外边敲后窗 刘万芳急忙打开了后窗 这么一看 嘿 进来的正是张小刚 哎呀 你可回来了 没让民兵抓住你啊 没有 嘿 小刚同学就是怕 来来来来 快吃糖 可我那本书让铁队长给没收了 这事都坏在你身上 就你没事老拽我 我不是怕你挨上赶面账吗 你弄丢的 你得赔 又不把你那本给我来顶账 哎呦 那那哪行啊 我就一份笔稿不能画 不妨那你给我抄 咋子不赔你甭想 嘿 抄一遍呢还不容易 上回你不就用了一宿两晚上吗 那好吧 现在你拿来我就抄 现在抄啊 你不是说抄书都得在晚上吗 哎 好好好 我给你拿去还不行 说着话 他搬开了炉子挪水缸 是拉出了一个小木箱 哼 这箱子烂书还不少 是又黑又脏还又黄 他曾紧几下抽出了一小本 上写着插队与理想 张小刚立刻把书拿到手 呼听门外一阵脚步响 原来是铁队长带领民兵进了院 后跟着街道主任王大娘 当时可吓坏刘万方 小刚书快点藏 张小刚一看时机到 一转身当当踢翻了小木箱 哗啦烂书砸了一地 拿着黑书撞的一下出了后床 刘万方手忙脚乱 要把这黑书糊润的床底下 一抬头 趴推门进了民兵队长铁浴箱 刘教师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我是想归着归着扫扫房 铁队长从地上抓起了几本书 就觉着一股的潮味呛的 一看是四郎探母 三侠剑 小寡妇 上坟 秋海棠 刘万方一看要坏事 他急忙用脚踩在书堆上 铁队长 这书我看见就有气 正要把它扔进炉子堂 这几本您快别看了 里边竟是风自修的坏思想 刘万方 你以为把书烧掉就没事了 你毒害青少年正是用这些风自修的坏思想 你攻击上山下乡就是为了搞复辟 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对抗 你要把这些黑书清典好了交出来 还要彻底交代你的罪状 王大娘对他严肃摆了政策 刘万方再也没话讲了 他把黑书一本一本清典好 铁队长立刻登记入账拿出房 他昂手阔步走出去 刘万方咬牙切齿像恶狼 幸亏我写的那本让小刚带走了 这本书可是我煞背苦心做的好文章 我要用这本书引着孩子们跟我走 和你们争个高低来较量 这老将还一直折腾到后半夜 可左等右等不见小刚回来 心里可着了慌了 哎呀 这孩子会不会碰见民兵了 千万别撞上铁玉箱了 这个原本要是到了他的手 教唆犯罪名可就落在我头上了 想到这儿 他出了后窗 钻进了黑胡椒 拖开路灯 擦着墙 鬼鬼祟祟拐弯抹角 来到了民兵队部后窗外 你看里边有灯光 进铁队长正在结合实际讲理论 耐心细致的帮助张小刚 他一眼看着桌上放着个旧书本 正是那边插得于理想 哎呦 刘万方差点摊地上 心口味乱蹦手冰凉 才知道自己上了当 他绝望地看着铁队长 两只死眼放内光 干脆我就进屋抢 抢到手我就不让 不行 这个铁玉箱年轻力壮这么棒 我一抢就自投罗网 等于耗得进水缸了 他仰着脸正想主意 就听见啪的一声响 有一滴烟囱油的 正好掉在他鼻子上 黏了不拽的还挺凉 咦 干脆我把烟囱捕了忘 让煤气都往屋里放 虚晕了我在想主张 就这么办 想到这 他搬来了几块破砖头 落起来蹬着往上上 多了多多 俩手勾到了烟囱口 掏出一团烂纸 就要忘礼装 猛然间脚下的砖头被人踹倒了 啪叉吹了个大翻腾 刘万芳抬头猛一看 啊 在面前站的正是民兵队长铁玉箱 这老家伙垂死争达要反抗 他抄起了一块大砖头 穷穷极各孵向铁玉箱 铁队长动作敏捷猛一闪 啪 到后背给了他一巴掌 喝 吹一下 刘万芳差点吐了血 他手艺多操砖头落地 不偏不歪 稳稳当当 正把他自己脚背上 哎呦 喝 他一拳一拐的还想跑呢 铁队长上前抓着后级呢 一把揪起刘万芳 在这时候刷刷刷 十几把手电全照亮 电光骑射刘万芳 有民警民警张师傅 还有老师同学王大娘 铁队长让小刚同学念了一首新儿歌 字字句句 带着感情有力量 呸 刘万芳 黑心肠 到处贩卖黑思想 张小刚 不上大 阶级道争永不忘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长大插队 到边江 活活气死刘万芳 铁队长看在眼里心激动 挥避怒斥刺刘万芳 你这反革命的教措犯 真是躺对挡车不自量 马上把他压下去 彻底批判刘万芳 这就是一场争夺战 工人民兵落井枪 文化领域百战场 永保江山万年堂